哈喽大家,欢迎回来UP主的频道 今天给大家隆重介绍乔斯伯N1首款NAS机箱 这是一款可以横着饭也可以数着饭的乔斯伯空气净化器 原本几个月前就计划上市这款机箱了 但是由于疫情,然后内存涨价,硬盘涨价 然后低功耗的芯片又涨价了 所以说才拖到现在才上市 这款N145旁为的NAS它延续了之前乔斯伯V8的风格 但是比V8小很多,也比A4还小 它倒是比群回DS218加还大一些 我们用过DS918或者DS920 所以说不太知道群回的5盘位是多大的体积 散热方面,这款机箱标配了一个大尺寸 14厘米直径的大风量低噪音的风扇 前面还有左右两侧还有背部都有开孔通风 CPU散热器最高支持70毫米以内的下压式风冷 或者你采用被动式的散热器也是可以的 毕竟做NAS做软路由的芯片一般都是低功耗的 就比如说G3455,G4105 用被动散热器就够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前置接口 从左到右呢,一次是电源按键 USB3.0,二合一音频接口 还有个Type-C 然后这款机箱还添加了一个PCI半个卡槽 这里呢,你可以插旺盗网卡 这里卡,采集卡 甚至一些低端的游戏显卡 这款机箱依旧采用的是A4结构 当然呢,这次在主板背面的不是显卡 而是电源 这款NIN机箱呢,仅支持ITX的主板和SFX的电源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转接板 正面呢,支持5块硬盘 背面的话有5个SETA接口接主板的 然后两个大力接口接电源的 还有个4P接口接前置14厘米直径的风扇 主要一提的是 这个硬盘的把手呢,手感非常的好 卤胶的 上面还有乔治宝的logo 其实不知道是卤胶还是橡胶 总之手感很好就是了 然后机箱底部呢 也有类似材质大面积的脚垫 这款机箱呢,我觉得很有意思 它比A4还小 而且呢,还支持5盘位 我觉得我可以用它来做直播录制的机器 这款机箱呢 顶部还支持一个2.5寸的固碳硬盘位 可以用它来做缓存 既然这是NAS机箱,你可以用它来装Unread系统 这个系统呢,有中文 有很多插件 非常直观的界面 你还可以在上面装虚拟机啊 装Dock 或者你也可以装黑群灰系统 群灰不得不说是真的很好用 甚至呢,你底层可以装ESXI 或者说PVE 然后还可以在PVE上面装OpenWRT 软路由系统 或者Windows 10 或者黑群灰 这就是All-in-One的一台机子呢 装多个系统 当然呢,我并不太推荐这么搞 我是觉得NAS就装心做NAS 软路由,就装心做软路由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就点个赞加个订阅哦 也不要忘了点击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最新的视频了 好的,那么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